台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建卖三中党场案 办得沸沸扬扬 马英九上个月底刀被检音讯长达14个小时 出三周案 还有大巨弹案 富邦金合并被淫案 北检也如火如荼调查 此刻连续有媒体报道证据内容 逼得马英九跳出来怒告北检检察长 形态招设犯切密 要求一转管辖 马英九盛怒而北检急急侦办 司法界执疑 欺来有自 辛泰招是司法官训练所24期结业 他个性耿直 饥饿如愁 2009年曾永福任法务部长时 拔着了二位指标性人物 一位是江时任台南地检检察长 杨阳智宇跳升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另一位就是时任屏东的检检察长 辛泰招跳升高雄地检署检察长 辛泰招一阶高雄地检 马上发挥拼命三郎的特性 依据政策大幅侦办惠犬案件 一年半之内南部地区的国民党立委 议员乡镇长因惠犬被起诉的近有26人之多 侦办惠犬成绩为全国第一名 然而国民党质疑他办蓝不办律 辛泰招才在高雄待一年多 2011年就被民生暗将 调到边疆的金门高分前检察长冰冻起来 辛泰招的人士一栋在法界引发争议 民间司改会 检察官协会及基层检察官全都大反弹 甚至发表声明检察官 我们可以不震怒吗 再质疑下 马政府回应说是真办会选 行为遵守检察议题 对 后法务部次长 陈守皇终于不小心说出了实话 考量辛泰招查会太辛苦 部长为了他好 让他休息 辛泰招的妻子朱富美 曾任前行政院院长张俊雄办公室主任 这事也在当时拿来说嘴 心满腹委屈 之后行在调到花莲高分检后 更是省钱 2016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 辛泰招从花莲调到法务部担任 第一政务次长 才两个月 椅子还没坐热 他又马上调到有天下第一属 支撑的台北地检署检察长 取代原刃办案受肯定的蔡碧玉 外界质疑行为了马案而来 但他以这个时代有谁能够违法乱记来回应 当年秦泰招难看的被调离高雄地检 外界批判 得炮火瞄准总统马英九 许多检察官指摘 马十多年前在法务部长任内因查会 而被党内当权者逼得离职 马当上总统 辛进同样因为查会选 被马政府叫去休息 辛泰招没坑一句 只说我是公务员 只要名誉还在 去哪里都会全力以赴 这段恩怨 辛马两人都感深刻 有没有试过境迁 只有两人明了 但北检如今积极侦办 马英九涉及的种种案件 在法界在其联谊 马英九到北检控告 北检检察长辛泰招涉泄密 多记着陈伍亨摄影分享